二日零零說新聞 今天要帶您來關心到的是 國內的疫情狀況 國內今天呢 新增了65,794例的本土確診病例 中重症的患者有61人 死亡個案來到了38人 而這已經是連續第六天 單日的確診人數 維持在6萬多例 是否代表著進入了 感以高原期 又或者是說 我們的篩檢量能不足呢 指揮官程中就說了 要認為說達到高峰 現在還太樂觀了 只要再多觀察個幾天才會清楚 而國內目前一天可以 篩22萬人 但現在每天只有8到10萬人 所以篩點量能 還沒有到達飽盛的階段 而為了要維護醫療的量能 指揮中心呢 就調整了分流原則 在未來只有中重症的患者 或是經過醫生評估 有需要的人才可以收治住院 其他的高風險族群 則是要以往加強版的 集中檢疫所或是防疫旅館 另外快篩陽及確診的條件 再放寬 18號開始 65歲以上的長者 只要快篩陽性 經過了醫生評估 也算是確診 台灣聯市六天 新增的本土確診數 維持在6萬多例 17號新增6.5萬人染疫 難道已經達到疫情高原期了嗎 還是篩減量能 碰上瓶頸 醫師沈正南評估 實際的染疫黑數 每天高達1到4萬人 許多無症狀或輕症患者 在家自主隔離 根本沒去PCR裁檢 實際的確診數目 可能會在差不多1.5倍左右 最快最快到6月底 大概疫情可能就會緩解 高峰的話 5月28 那那時候的數目 可能差不多十幾萬 這6天都維持 大概在6萬多 是不是已經到了 我們的頂峰 我想還這樣 現在就這樣來判定 恐怕太樂觀 那到目前 我們兩天檢驗 大概是8萬多到10萬 那這樣的時候 還沒有達到那樣的一個飽和量 而17號也新增中重症患者61人 死亡38人 為了因應 接下來可能會到來的疫情高峰 指揮中心宣布 18號起 65歲以上長者 只要快篩陽性 經過醫師確認 即為確診 可進行後續投藥 另外也要再挪出 更多的醫療量能 因此17號起 調整輕重症分流的原則 只有中重症 三個月以下的發燒幼兒 或醫師評估有需要者 才會收治住院 其他長者 還有孕婦等高風險對象 改收治到加強版 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 而疫情多點擴散後 也讓不少民眾好奇 重複染疫的機率有多高 指揮中心補充說明 在三個月內 再度感染的風險不高 但即便曾經確診 可不代表會終身免疫 介紹報導